Ready 由日本光榮研發 在台灣由紅心辣椒營運的 大航海時代Online 展開東方奇蹟之島 限量VIP測試活動後 更舉辦大航海時代Online 製作人訪台見面會 邀請遊戲製作人 沃美貴史 山田倫之 與玩家見面 兩位製作人 除了公開暢談遊戲研發甘苦歷程 及未來開發計畫外 更親自準備東方奇蹟之島 紀念周邊商品送給現場的玩家 而這次大航海時代Online 新資料片 將前進美麗的東方世界海域 甚至連台灣的淡水港 安平港也會收錄在遊戲中喔 另外紅心辣椒特別 與國內最著名的塔羅大師合作 預計推出融合塔羅牌的趣味占卜活動 未來玩家還有機會 可以和甜美代言人吳宜佩 心目中最喜歡的動漫作品 每個攤位都擠滿了人 會場各個攤位都是用心佈置 為了要讓消費者買到各種動漫周邊商品 不管是精美的動漫海報 或是提袋 書籍 先買再說 有的攤位更是在開賣後30分鐘內馬上完售 還有人乾脆把自己扮成漫畫中的男女主角 在會場中穿梭 會場外更熱鬧 Cosplay同好們用心製作的服裝和裝飾 令人目不暇擠 在現場有超多相機出動 閃光燈閃個不停 每個人都想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動漫角色 留下最完美的照片 我們將推出精彩的Cosplay特輯 請大家拭目以待 全新推出最熱血的閃電11人 星期一到五晚上七點半 只有在卡通頻道 由日本Level 5公司開發的超熱門NDS遊戲 閃電11人 除了在日本熱賣白萬套之外 成為日本小學生最喜歡的遊戲之一 而且也改變成電視卡通一樣獲得好評 而卡通頻道也宣布將把閃電11人引進台灣 5月3日起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七點半 在卡通頻道跟玩家見面 閃電11人是以超熱血的足球運動為題材 原本人數不足的雷門國中足球隊 因為一位轉學生的加入 而有了脫胎換骨的進步 當然隨著雷門國中足球隊的成長 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強敵挑戰 屬於閃電11人的熱血傳說 不但席捲遊戲界 在卡通頻道也將引爆熱血狂潮喔 是精采比賽嗎 閃電11人即將登場 我又先買卡了 就在卡通頻道 好 為了慶祝純九堂書店 於台北SOGO中校店開幕 東立出版社特別與純九堂書店合作 邀請以現世言一書 風靡台日港3D的人氣漫畫家 慕偉士慕老師來台舉辦新書簽名會 現場活動約永近300名的粉絲熱情參與 讓慕偉士慕老師感受到台灣粉絲的熱情 這次慕偉士慕老師不僅帶來他的新作品 《育兒天使》 更要為台灣的讀者獻上他生平個人第一次的簽名會 這可是連日本的讀者都享受不到的 因為過往慕偉老師從未在任何地區舉辦過簽名會 當然也包含日本地區 所以也充分展現了慕偉老師對台灣讀者 長久以來支持的感動與謝意 台灣讀者們可說是最幸福囉 雷爵網絡奇情仙霞遊戲昆仑Online 展開精銳測試 希望匯集參與玩家對遊戲的建議 藉由近距離與玩家對談 能夠更了解玩家親近玩家 關於職業方面的問題 所以特別釋出四大職業解析 讓玩家們可以暢快遊戲更順手 而四大職業中的行天 出招快速破壞立場 擁有高強的晉升格鬥技巧 後翼擅長遠距離劍術 天生敏捷而且神出鬼沒 太白能自由操縱自然之力 火系魔法威力所向披靡 菩提擅長治療法術 是隊伍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喔 昆仑Online 多元且豐富的職業玩法 也是等待玩家來體驗喔 萬代的夢宮暴力大作 絕命戰警 4月27日強勢登場 讓玩家扮演英勇的正義戰警 傑克 為了打擊日益猖獗的惡徒 帶著愛犬獨自一人殺向歹徒巢穴 展開以暴制暴的戰鬥 而這次絕命戰警發揮PS3 與Xbox 360 硬體的效能 仔細刻畫都市街景 夜晚黑暗燈火下黑白相間的暗像 把社會的另一面毫不掩飾地裸露出來 玩家可以選擇躲在掩護後面 進行遠近視角流暢切換的流暢狂射濫殺 或者一口氣貼近敵人短兵相接 還有獨特的360度系統 可以一瞬間掃光敵人包圍 享受以一檔擺的滋味 當然愛犬夥伴的獨特操作 也是絕對要體驗看看的喔